相关话题现在请进本台特别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做一个点评 小辉你好 丹丹你好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表示要警惕任何恶意分子精心策划的阴谋 与外国势力的冒险主义 以免破坏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那伊朗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呢 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是针对当前的阿联酋和沙特方面进行的指控 阿联酋有四艘商船遭到破坏 而沙特有两艘游船遭到破坏 而两个国家在进行相关的指控的时候 都使用了同一个表述就是蓄意 这样的一个表述在目前事实还未查清的背景之下 显得有明显的指向性 而面对这种指向性 伊朗方面的回应应该说是相对强硬的 在伊朗看来 首先要通过外交部门发出非常清晰的声音 为自己来进行澄清 同时也警惕其他方面将罪名加诸于伊朗 伊朗是拒绝背锅的 首先我们会看到伊朗强调当前地区的安全 包括航运的安全 也符合大家的总体的利益 伊朗是支持航运安全的 而另外伊朗认为当前的一系列事件的发展 背后似乎有一些阴谋 其实就在几天之前 美国方面警告往来地区的船只 包括商业的船只 要小心来自于伊朗的进攻 而事件发生之后 应该说矛头有所指向伊朗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要做出澄清 为自己洗白 是伊朗的首要的任务 而伊朗的这一系列的表态的背后 还反映出伊朗对当前形势发展的一系列的担心 伊朗尤其担心的是 美国方面会借当前事件的发生 以及一系列的不稳定性 来加大对中东的军事上的部署 来增加对伊朗的战略上的围堵的压力 近一时期美国头期部子已经加大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 似乎战争阴云已经在笼罩着这个地区 局势是一触即发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伊朗尤为担心的是 美方会借当前的这种破坏事件为借口 进一步的来对伊朗增加压力 进而将伊朗逼入墙角 迫使伊朗来进行回击 这对当前局势的发展应该说是一种极大的刺激因素